当蕾丝、宝纱、飘逸的元素成为了婚纱设计的主流,你们还记得复古高贵的断面吗? 有记得,在电影《萨布丽娜》当中,继范西为贺本设计的勾发断面婚纱,优雅而大气,衬托出贺本的迷人高贵气质,又有谁不想成为贺本那样风华绝代的女人呢? 有人说婚纱是新娘妹的性格的延伸,有的女孩想要自己像城堡里的公主般纯洁可爱,或是女王般特有的大气妩媚成熟,简洁的轮廓勾勒身形,细腻的面料体现质感,极浅的设计,再加上精致无比的细节, 最终呈现了一件包含性不寓意的嫁衣,领形,抹胸型抹胸婚纱十分常见,算是最好驾驭的一种领形,相对其他领形没有突出焦点的地方,却也能将新娘漂亮的肩膀和锁骨展现出来,完成理想的优雅装扮,因此抹胸总透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,不伤张的魅力,胖新娘很适合抹胸婚纱多,合适,身形丰满,肩部宽阔不适合,手臂肉较多, 胸部不够丰满全形,公主群家小托尾,小托尾婚纱纱,顾名思义就是托尾比较迷你的婚纱,长度大约都控制在60到80厘米,穿着小托尾婚纱纱行走方便,穿着舒适,而且各种身材的新娘都可以穿,狂受青睐,或许这样的婚纱在拍照的时候,可能不受欢迎, 但是在婚内上走地毯的时候,效果绝对不亚于大托尾婚纱纱,后背绑带设计绑带功能性强大,还不仅能够收紧腰腹部肌肉,更重要的是,新娘的三维尺寸有细微变化时,绑带可以随意调节,而不至于需要修改婚纱, 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改变,穿着随体的日常服装时,这种细微的变化是感受不到的,但是对于一件婚纱,特别是抹胸款式的婚纱而言,尺寸的要求需要精准,婚礼上如果出现一部合体的情况,会使新人感到尴尬